玄学少女会看命低调厚爱,请星星烧信告白,从道观还俗后,我有点不一样了。 我能透过石头看到里面的玉,能穿过肉身看到人身上的气。 原石店的老板想坑我,可是他送我的那块石头里面满绿爱。 商界大佬说自己身体半棒,可是他好像快病死了爱。 他们救救我,我只想当师门咸鱼,但他们给的实在太多了。 下山前,师父说要送我件礼物,我满眼期待,老头让我闭上眼睛,然后我感觉眼皮一凉。 好了,我,这就没了,没了,我真是信了他的鞋。 平时抠就算了,爱徒都要还俗下山了,送别礼物就是在我眼睛上点一下。 太抠了。 我摆摆手,跟师兄师姐们道完别,背上我的书包,穿着短了一大截的道袍,离开了道观。 从道观到我家要转三十六趟大巴。 为什么不坐飞机? 原因特别朴实。 但出家人不谈钱,说圆,飞机要两千八百元。 偶赚到第十趟时,我肠子都快一出来了。 离下一趟车来,还有五个小时,我打算出去散散喂。 刚出站,就被一个大姐拉走了。 你哪去了? 就差你了。 我一脸猛低。 到了地方,大姐看着我下车,笑容凝固了。 你谁呀? 我哽着脖子摇摇头,不躁啊。 大姐一拍脑门,完了,接错人了。 说着马不停蹄掉头,留下我一个人在风中凌乱。 这是个古色古香的市场。 我抬头,牌匾上写着古玩一条街。 门口,踏了两只石王八。 这条街还算安静,店主们不是在晒太阳,就是在打牌。 唯一热闹点的就是街角那家原石店。 我切了呀。 切。 买主紧张地看着石头,祈祷着,绿绿绿,紧接着一刀下去,全场叹息。 十万的石头就切出来这么点东西,可惜了。 老板表面遗憾,嘴角止不住上扬,别丧气。 我这儿还有好几块上好的料子,要不再试试。 那人摆摆手,退到一边。 店主从一堆石料里挑出两块,这几块料子跟刚刚那个不一样,都是刚从缅甸拉来的。 专人鉴定过的,出好玉的概率很大,买到就是赚到,哪位老板看对眼了?我给您打个折。 大家虽然都在讨论,但没人下手。 店老板扫尸了一圈,笑呵呵地走到我旁边,姑娘有兴趣。 他顺着我视线看过去,抱上一块巨大的石头过来。 这是块好料子啊,开开看。 我,不不不,要是出了绿,你这辈子就不用愁了,性价比很高的。 不不不,旁边有人看不下去了。 老板,你想钱想疯了吧? 一个小乞丐哪有钱买食料? 我,不是乞丐。 去去去,老板把石头往我身上一推,这姑娘买了这块宝,大家快来看热闹了。 我,被他这么一吆喝,更多人聚集过来了。 姑娘,我这就给你开了哈,我没说要买。 哎,这经手不退是圈内规矩,你可不能坏了规矩。 我怎么不知道,赌食还有这个规矩? 我没钱。 老板上下打量了我一下,指着我手上的镯子,我勉强接受你拿这个底。 这个镯子是我老爹送的。 我转身要走,他店里的伙计把门围得死死的。 其他人也没有要帮我说话的意思。 好家伙,遇到黑店了。 我回头,结结巴巴,这是你硬塞给我的。 那你是不是碰过了? 碰过就得给钱。 老板,你这是强买强卖。 我泪眼汪汪地盯着他,要我买也行。 一个镯子换一块石头太贵了,你再给我搭一个。 店里人都露出嘲讽的笑意。 行行行,你要哪块? 我犹犹豫豫指着店里店桌脚的那块平石头,就那个吧。 扑,桌脚那块石头跟店主硬塞给我的那块原本是放在一起的。 行,大家都看着哈,一手交钱一手交货, 银货两气,该不反悔。 老板看我就像看待仔的羔羊,妹子,现场开步。 行吧,一刀下去,整齐的石面毫无亮度。 店老板安慰我,别急,这才第一刀。 第二刀下去,石头裂了。 在场的人摇摇头大笑, 姑娘,你就当买个教训。 最后浑圆的大石头全切完了,都没见一点点欲。 老板拍了拍手上的灰尘。 妹子,你运气不好啊,这么好的料子一点都没开出来, 不过没关系,我这儿还有很多石料, 你要有兴趣,下次再来啊。 见我不走,老板急了,你不会想反悔吧? 我笑了下,这不还有一块煤切吗? 哈,不是我吹牛,这块破石头,要是能见绿,我把店送你。 我挑眉,先切吧。 老板冷笑一声,喊来伙计动刀,他在旁边叽叽喳喳地劝我。 我一直盯着切实的刀,刀刃缓缓冲破石面,外表只破了一点点, 伙计就猛地停住了,他不可置信地抬头。 这下老板笑不出来了,接着切。 伙计动作小心翼翼。 一刀平整地切完,满绿,丝,齐刷刷的吸气声。 懂门道的人迫不及待地凑过去研究。 老板脸黑了,我拍了拍他的肩,别急,这才第一刀。 接着第二刀,第三刀刀是惊喜。 这块看似普通的石头,竟然百分之九十以上都见绿了。 品质还是上乘。 老板快哭了。 最后,我拿着一块手感极好的玉颠了颠。 谢谢老板,你可真是大好人。 接着回头对刚刚说话那人眨眨眼,怎么样? 我这个教训买得不错吧? 那人噎了一下。 全场安静如鸡,眼睛舍不得从我石头上挪开。 我转身要走,老板一把拉住我, 妹子,你开个价,这东西卖给我呗。 她一开口,其他人就坐不住了。 小丫头别听她忽悠你,你卖给我,我价格肯定比她高。 去去去,谁不知道你养老三最黑,姑娘你卖给我,绝对不吃亏。 场面一度很复杂,卖我,卖给我,不好意思,我谁也不卖。 不卖,那我出十万你,帮我选块料子行不? 我在店内扫了一圈,笑笑,不好意思啊,这里面剩下的石头,嗯,都不太好,选呢。 所有人顿了下,看老板的眼神越来越不对劲。 我拍了拍老板的肩,你这店我也不要了,自己留着吧。 说完我转身就走,后面的人面面相去,悄悄派几个人跟了上来。 我背着书包一蹦一跳的,在狭窄的胡同里带着他们绕圈。 前一秒,我还在他们面前,下一秒消失不见,后一秒又出现在他们背后。 几位找我呀?几个大汉被吓得一机灵,一回头却看不到任何人影。 大白天的,胡同里静得吓人,喧嚣热闹的争吵叫卖声,一点都听不到。 我在这里,是这边了?哈哈哈哈,大哥,你假发骗掉了。 我说一句话,他们就换个方向看,最后几人背靠背围成一个圈,瑟瑟发抖。 别怕嘛,我最多,我戳了下壮汉肩膀,吃你一条胳膊,在瘦喉耳边轻眼,挖你一只眼睛,最后声音出现在他们圈内,但还是会给你们留条命的。 啊呀呀,妈的。 我坐在屋檐上,看着几人屁滚尿流的逃窜,无趣地拍拍手,收回阵法。 阵法消失那一刻,所有外界的声音又都回来了。 我把玉拍了张照片,发给陈老太,好看吗? 那边回得很快,好看哪,明空丫头,要孝敬我吗? 嗯,施主,两千八百元。 小抠门,跟你师父一个样,说完给我打了十万,等我加工一下,回去带给您。 陈老太,好,等一下,回去,你要回来了。 什么时候,我派人去接你,我懒得看小作文,关了手机,退了大巴票。 转手吃巨资买了,高铁票。 出家人要懂得节约,我才不是抠门。 下了高铁,人潮川流,我一时找不到北,跟我一样摸不到头脑的,还有一个带绳子,他大包小包的,跟高铁工作人员鸡同鸭讲。 他,小尼尔,俺现在给是牵身走前手。 阿姨,您说什么? 不用牵手,直接走。 他们边笔画边皱眉,完全不在同一个频道。 工人人员一偏头,看到了我。 然后情况就变成了,我和大婶一脸乖巧,不是等着工作人员带我们去出口。 我自三岁起,就被送到了道观,恰好跟大婶一个地方的,我俩操着一口浓重的方言,聊了一路。 工作人员也蒙了一路。 大婶说他是从乡下来找儿子的,给他带了些土特产,怕给孩子添麻烦,就没提前告诉他们。 我说,我是刚从山上还俗回家的,也怕给家里添麻烦,也没提前告诉他们。 我和大婶一见如故,相见恨晚,或许是被我盯得心里发毛了,最后告别的时候,他塞了我几样随身带的土特产。 三根大葱,一条腊肉。 其实,我只是想告诉他,他身上有股很厚的气,这股气厚重到什么程度呢? 嗯,在他脸上汇成了大大的两个字,福,气,还闪着金光。 婶,你肯定是个有福的人,快去找你儿子吧,前面有好事在等你。 大婶开心地合不拢嘴,哎哟,嫩咋晓得。 我眨了眨快被闪瞎的眼睛,这很难不晓得呀。 等我折腾到家门口,已经天黑了。 可是,我家今天好像有点热闹啊。 一条超红的长毯,从大门口开始一直延伸进里面,看不到尽头。 门边堵了好多车,把道都站完了。 唯一一条能进门的路,就是被铺了红毯的那条。 门口还有好多穿着裙子,露着胳膊的高个子美女姐姐,抬着下巴。 瑟瑟发抖,嘶,大秋天的,他们不冷吗? 我拿上大葱扛着腊肉,慢悠悠从红毯走进家门。 不知道为什么,外面这些人看我的眼神越来越奇怪。 走到一半,我腿酸了。 早就告诉老爹不要把院子修那么大。 每次把腿走软了,都到不了客厅。 我捶着腿,余光瞥见一伙黑衣人哒哒哒向我跑来。 我发誓,我绝对是条件反射。 他们追来那一刻我也跟着撒腿就跑,最后一个滑铲,跪在门口。 一双漂亮的高跟鞋映入眼帘。 顺着鞋往上看,长裙之下露出了一小节白皙的脚腕。 在网上,是一张名利动人的脸。 小姐,抱歉,我们没注意让这位小道长溜进来了。 追上来的保镖气喘吁吁,见女人不说话,擦了擦额头的冷汗,我这就把她赶出去。 我被低溜起来,身高刚刚到美女鼻子处。 保镖拉了拉我,没拉动,她又使劲了点。 还是没拉动,我拍了拍她的手,礼貌问,你新来的呀? 保镖蒙了。 琴背塔,你怎么这么没用? 面前的美人开口了,脸上明摆着弦雾。 我愣了下,才想起来这是我的俗家名。 妹妹,好久不见。 你,我上下看了她一眼,羡慕到,又长高了。 她扯了我一把,瞪着保镖,你揪着她做什么? 对不起小姐,我不知道,你被开除了。 我刚想开口劝劝,她低头看着我,两根手指嫌弃地捏着我的衣服。 你这是什么玩意儿? 今天是我生日宴,你别在这儿给我丢脸。 我歉意地看了眼保镖哥,不好意思啊,我也被赶了。 刚往里走两步,我老爹老娘穿着昂贵的礼服挥洒着热泪奔来,他救命。 我下意识要跑,一转身对上琴尔冷冷的眼神。 就这一会儿功夫,我被两人抱了个满怀,快窒息了。 接下来就是长达十五分钟的双人问候相声。 吃了吗?饿了吗? 给的钱还够花吗? 变瘦了? 挨动了? 我儿肯定受苦了。 行了行了,今天是我生日。 哦,对对对,今天儿儿生日,咱先招待客人。 琴尔对我翻了个大白眼,烦人惊。 呜呜,美女妹妹不喜欢我了,不过她好像一直看我不顺眼。 那没事了。 我这个小插曲并没有影响接下来各大业内巨头寒暄。 回房间洗了个澡后,我缩在角落吃吃吃。 突然,我眼神一顿,拿橘子的手都呆滞了。 我紧紧盯着不远处那人,视线慢慢被一个个子高挑,穿着西装的男人占据。 我朝她那儿挪了挪,她眉头一皱,歪了歪身子。 我又往前挪了挪,她又动了动身子。 我又挪了挪,她又动,我又挪。 最后,我实在忍不了了,拍了拍她的胳膊。 嘿,包,你挡着我看人乐。 下山前,我师姐找了当下最流行的短视频,给我恶补现在年轻人的交流方式。 我看他们都是这么说的,应该不会错。 面前的男人一愣,不动了。 难道是我普通话不标准? 我深吸一口气,嗨,bro,我说,好的,他走了。 我接着看老爹旁边那个大叔,他身上的气,好奇怪。 对比在场所有人的气,他弱得过分,好像下一秒就要散掉一样。 我又想起刚刚在房间跟师傅打电话问的事。 他说,这就是为师送你的礼物,灵眼。 可以看到世间一切事物运行的轨迹。 那些在人身上的是什么? 那是人的气,气越强,生命力越强。 像你今天遇到的那个妇人,会长命百岁,是大富大贵之人。 跟她待在一起,久了,说不定还会被她影响,蹭到她的福运。 那气很淡是不是就? 没错,气淡就完蛋。 师傅,我想跟你开视频。 滚蛋。 如果师傅没骗我,那这个大叔,有点危险了。 我灼热的目光,突然被一群娇贵的大小姐们挡住。 你就是秦家大小姐? 小尔那个病秧子姐姐? 我慢慢挪开眼,迟疑地点了点头,应该是。 她迟笑,你不是去当尼姑了吗? 回来干什么? 想跟小尔争家产吗? 我若若举手,那个,道门跟佛门不一样的。 我是说,我是倒是不是,尼姑,有什么区别? 反正你二十多年就回来这么几次,秦家的一切都是小尔达里。 她又漂亮,又有才,是集团天生的继承人。 你别来沾鞭,不然我第一个不放过你。 这是秦尔的迷媚实锤了,我忙不迭点头,别说沾鞭,求求了,千万别让我干活。 我只想躺到四肢退化,似乎是没想到我这么好说话。 迷媚气了一声,上下扫了我一眼,吐包子。 跟在她身后的小姐妹也捂着嘴笑,眼神轻蔑。 我看了看自己,卫衣运动裤,再看看她们,小礼服高跟鞋。 我盯着她的眉腿,姐妹啊,你风湿挺严重的,别穿太潮的东西了。 你有病吧? 我才二十三岁,哪来的风湿? 我抬头,哦,没说现在。 我掐了掐手指,懒笑,差不多还有半个月。 她眉眸一瞪,神经病。 然后手里的红酒一抖,以非正常的角度向我泼来。 我眉头一挑。 打了个哈欠,抬起的手恰好打到她手腕,酒杯角度偏离一点点, 不多不少,刚好撒不到我身上。 我对她笑笑,这人还恼羞成怒了。 她想推我,却被一只白皙纤长的手捏住了手腕。 手的主人气质绝佳,本该灵动可爱的脸一直紧绷着, 性眼里满满冷意。 你在干什么? 秦尔不愧是从小跟着老爹在商界摸爬滚打,气势这方面顽虐同龄人。 小尔,我只是觉得她太不把你当回事了,想替你教训一下。 哼,秦尔轻笑,薄唇轻起,替我教训。 你什么身份?教训她?你也配。 迷妹快哭了,我,秦尔一把甩开她的手,我秦尔的姐姐谁都不能指手画脚。 她目视前方,语气冷冽,让你爸妈带着你滚吧,别再让我看到你。 迷妹哭着跑了,其他人也不敢再出眉头。 一个个闷声闪人,人走完后,秦尔看向我,一扫之前的高冷强势,眉头皱起,秦背塌,你在山上呆傻了吧?被欺负了,不知道还手啊。 我笑笑,今天你生日吗?一点小时而已,家里那么多人,闹大了多不好。 他还着双手,人多又怎样?你就算把京都掀了,他们也得笑着拍手叫好。 妹啊,咱就是说,要以和为贵,该给的规矩,屁。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,什么大道理,通通都是扯淡,想要以和为贵。 那他们先把秦家干倒呗,在那之前,我就是贵,秦家人就是规矩。 我拼命挣钱,不是为了给他们留面子,让家人逼趋的。 我,六。 我记得秦尔以前不是这样的。 印象中的妹妹软萌可爱,会追在我身后,奶生奶气地叫姐姐。 和现在的拽姐扒杆子打不着啊。 我诺唧唧的老妹呢? 我叹了口气,摇摇头,目光又不由自主地被若气大叔吸引。 秦尔顺着我的视线侧身看了眼,回头翻了个大白眼。 别看了,他配不上你。 啊? 秦尔恨铁不成钢,虽然陈和元在圈内名声不错,但桃花太多了。 你别急着找男朋友,要找也要我看过了说,可以才行。 我这才反应过来,他说的是之前挡住我视线的那个拨。 我指了指陈和元旁边那个地中海大叔,我其实对他比较感兴趣。 秦尔。 老周,这是我大女儿秦辈塔。 我笑着问好,周叔。 若气大叔点点头,之前听你爸提起过,身体好些了吗? 挺好的。 那就,不过你好像不太好。 空气安静了一秒。 我老爹及时出来打圆场,这孩子从小就傻了巴基的,随我,老伙计别介意啊。 秦尔也给周叔敬酒,我姐性格太直,我带他敬您一杯。 两人正要碰,我拉住秦尔的手,别了吧,再喝他可真就没救了。 三脸蒙家震惊,不过好歹是混迹名利场的老总,很快就收敛了情绪,周叔眼底性味浓浓,你倒是说说,我怎么没救了? 你身上的气告诉我的。 他顿了下,笑,早就听说老秦的大女儿因为身体不好,小小年纪就送到冠礼敬仰了。 看来传言没错呀,小丫头都会算命了。 我怂怂肩,家里对外面一直说我身体不好,其实啊,我比谁都好。 因为体质特殊,我从出生就被各大玄学门派提前预定。 但老爹老妈舍不得我,硬生生把我留在身边,长到三岁。 您不信,我也没办法。 我退后一步,盯着他腹部看了好一会儿,前耳握拳抵住唇边倾壳一声,脸上写着疯了。 如果您感觉到小腹往下半寸触疼,紧接着双臂乏力。 我手从他肚子一路指着往上,眼球干涩胀痛,我抬头和他对视,笑,那就要小心了。 我一顿操作,把在场的人干沉默了。 我摊摊手,算了,当我没说。 我转身,对上一双狭长好看的眼睛。 陈和元眼带笑意,若有所思地看着我。 这个拨今晚出场频率有点高啊。 秦小姐,能否留个微信? 我摇头,抱歉,我们只用QQ。 于是陈和元当着我的面,下载了企鹅。 他好像挺受欢迎的,周围的小姑娘眼睛就没从他身上挪开过。 不仅如此,就连刚刚对我不屑一顾的弱气叔叔都对他笑脸相迎。 则,我好像被嫌弃了。 我拢了拢外套,摇着头上楼。 却不知道陈和元的视线一直跟着我,直到我消失在楼梯转角。 秦尔不动声色地挡住他,挑衅地挑了下眉。 他转头又跟没事人一样,继续和各界大佬们打太极。 当然,这些都是后面秦尔告诉我的。 我百无聊赖地躺在床上刷手机,突然陈老太发了条消息过来。 明空丫头,我记得你说过你家在京都吧? 老太婆我也来了。 我开玩笑,不至于吧,要站要上门了? 鬼丫头,我是陪孙子过来办事的,顺便看看你。 我轻笑,明天我请您吃饭。 顺便把上次那个玉给您,阵法我刻好了。 行,我能带个人吗? 随便。 一日一大早,我正和公园里的大爷们锻炼呢,陈老太太就说到了。 我在街边点了两份打卤面,想起她要带人来,忍痛又点了一碗。 早晨的阳光没什么温度,却耀眼得很,一高一矮两道身影,踢着晨光,慢慢进入我的视线。 等我看清来人,不得不感叹一句,缘分这东西真的妙不可言。 又见面了秦小姐。 是啊,真巧。 陈老太太看了看我俩,明空丫头,你认识我乖孙啊。 我没答,陈和元笑着说,这就是昨天那家的女儿。 老太太瞪大双眼,鬼丫头是首富的女儿,还天天跟我哭穷。 奶奶,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吗? 一脚踏进这个圈,俗世的一切本该跟我没关系了,沾染太多,坏我到心的。 不知道想起什么老太太眨了眨饭红的眼,叹了口气。 陈和元挽着老太太,本来还想看看一句话,就让老人家转十万的人是何方神圣。 不过既然是秦小姐,那这钱花得值。 陈和元这人天生一对笑眼,看谁都温柔。 就是这眼下藏了多少刀子就不得而知了。 我从包里掏出那块玉,抛给他。 他盯着看了好久,表情从一开始的漫步惊心到逐渐凝重。 最后又化成一滩柔水。 好东西。 陈老太接过,对着光边看边问,小明空,你不是说给我刻了阵法吗? 哪呢?我咋看不见? 陈和元把玉给他戴上。 奶奶,这东西您以后就贴身戴着吧,好处很多。 我喝了口豆浆,基本确定陈和元跟我是一类人。 其实珍贵的不是这块玉,而是我刻在里面的东西。 悬门五行镇,各属性相生相克,生机不断。 对普通人来说,好处不止一星半点。 他能一眼看出其中门道,说他只是个麻瓜,骗鬼呢? 送走陈奶奶后,陈和元死皮赖脸地要送我回去。 我看了他一眼,弯了弯唇脚。 那你跟上来吧。 说吧,我运气向后跑,一路引着他朝山上去。 陈和元轻笑一声,慢条丝里地挽了下袖子,脚尖一点追了上来。 清晨,大家都在忙着通勤。 我和陈和元踏在古老砖瓦上掠过,在路人看来那一闪而逝的影子,只是他们眼花。 我的速度越来越快,藏匿在闹市中的山寺此时静得只剩鸟鸣。 刷刷刷的风声,惊起临间野鸟。 快得连彩影都看不清。 陈和元这人总是一副笑嘻嘻的样子,我本想给他个教训,可每当我觉得自己速度快了一截时,回头一看,他总是在离我一步的地方。 这人,有点意思。 昆字,流石。 我话音刚落,地面蹭蹭蹭升起一些小石块,破风袭向陈和元。 他笑弯了眼,双指放在唇前,驯字,风胀。 石头在他面前哗啦啦全掉了。 驯字,锋刃。 好家伙,真记仇。 我一边躲着他的锋刃,一边又加快了速度。 我前脚刚到山顶,他后脚就追上了。 不错嘛,不知道陈总师成哪位前辈。 我吃百家饭长大的,各个悬门前辈都算得上是我师父。 笑面狐狸,我阿嬷。 难怪呢,你还会我们到门的五行八卦诀。 过奖。 我雾地靠近他,他表情至了一下。 不过,陈奶奶应该不知道你不是普通人吧? 陈和元后退一步,早晚会知道。 我耸耸肩,希望他到时候不会扒了你的皮。 谢谢关心。 关心你个大头鬼。 你非跟着我,有什么事吗? 秦小姐,昨晚的宴会上,你应该也注意到周志诚的不对劲了吧? 那个弱气大叔。 陈和元点点头,像他这样的情况,在其他城市也出现了好几例。 受害人都是一方巨头,而他们身上被夺走的气却不知所终。 我这次来的任务就是查清楚这件事。 他神色严肃地看着我。 我嘴角抽抽,关我屁事。 秦小姐难道不想知道幕后人的目的吗? 我笑笑,关你屁事。 最烦这种表面笑嘻嘻背后算计人的狗东西。 想让我帮忙,还不拿出点诚意来。 说三分留七分。 我看起来很像那个大渊种吗? 我退后一步,你刚说你吃百家饭长大的。 陈和元愣了下,点头。 那就好,他还没反应过来。 我单手捏绝,困龙,起。 瞬间,陈和元被一个泛着金光的笼子罩住。 这是我研究的残次品,原理和八卦阵差不多, 你既然什么都会点儿,自己解阵应该不难吧。 我搓了搓手上的鸡皮疙瘩,好冷好冷,我先走了呀。 刚走出去两步,我回头眨眨眼,对了,这儿不会来人的,你安心晚。 身后安静了一会儿,想起一声轻笑, 秦小姐,我还会去找你的。 他喃喃,期待你下次带来的惊喜。 还俗后的日子真是好无聊,我已经闲到在家里的喷泉里钓鱼了。 被塔,秦尔急匆匆地踩着高跟鞋过来,神情严肃。 周叔出事了,我愣了下,慢悠悠地收回鱼线。 哦,哦,什么?他现在的症状跟你上次说的一模一样,你怎么知道他会得这个病的? 我说了呀,他身上的气告诉我的。 算了算了,不管你怎么知道的,你现在跟我去医院看看。 不要。 为什么?我搭了着眉眼,摊在躺椅上,长叹,出门好累啊。 最后,我被秦尔揪着上了车。 这是家高级私人医院,人挺少的,就这还让我遇到个熟人。 哎呦,爸爸,我疼死了,我要杀了那个佣衣。 女孩穿着病号服疯狂砸东西,嚎得特别大声。 我手上绕着一圈耳机线甩了甩,轻笑,哎,妹,那不是你迷妹吗? 秦尔瞥了一眼,范倩呢,范家小女儿,被她爹宠得不成样子。 听说她得了风湿病,真够奇葩的。 我憋着笑,算了算日子,离生日宴过去刚刚好半个多月。 范倩也看到我们了,滋滋哇哇地指着我,我挥挥手,回她一笑。 好了,先去看周书。 周志成的病房在顶层,一路上去,真是给我开了眼。 这哪是病房,这是我的梦中情房。 这里随便一个百件的价格,都能把我们倒灌从头到尾翻新一遍了。 秦小姐,又见面了。 听到这个声音,我下意识皱眉。 陈和元怎么阴魂不散的? 秦尔拉着我的手对她点点头,护解意味十足。 我俩走在前面,她不远不近地跟在我们后边。 贝塔,我怎么觉得志成和元,看你就像恶狼盯着一块肉。 我笑笑,不瞒你说,我也觉得。 离她远点,正有此意。 周志成的状况比我想得要严重,整个人躺在病床上像瘫痪了一样。 不是不能动,而是不敢动。 因为任何轻微的肢体动作都会让她承受百倍痛苦。 看到我,周志成眼底惊恐一闪而过,而后又变成了哀求。 她动了动嘴,秦丫头,不,秦小姐。 之前是我不识高人,自负了,希望你不要介意。 我盯着她不说话,周叔说笑了,我姐不会介意的。 秦尔戳了戳我,我抬眼,我没说要帮她。 秦尔狐疑地看了眼周志成,眼睛微眯,她也欺负你了。 我揉了揉眉心,看向床上的人,你的气现在更大了, 基本聚集在小腹处,所以你才会觉得四肢无力却腹痛难耐。 简单来说就是,该有气的地方没有,承受不住的地方气又太多, 汗得汗死,烙得烙死。 所以,目前的办法就是,房间里的人都看着我。 放屁,空气安静了好久。 秦尔扯了扯我的衣服,这是什么鬼办法? 倒是一旁的陈和元短暂思考过后,轻笑,话操理不操。 我摊摊手,多余的气排出来后,至于怎么弥补你消失的气,我就管不了了。 说完,我离开。 陈和元追了上来,秦小姐真的打算袖手旁观吗? 我耐心被他耗得差不多了,收敛了懒洋洋的状态。 你在这个圈子里应该比谁都清楚,随意插手普通人的生活,会沾因果。 你处心积虑,想拉我进局,到底要干什么? 陈和元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,突然笑了,原因很简单,我就想看看被各大悬门奉为瑰宝的纯灵兵人和那些肮脏手段对上,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。 陈和元一向无所谓的眼底闪过一丝疯狂,纯灵兵人是玄门给我的一个称呼。 我从出生起,就注定要走这条路。 记得老爹告诉我,那天,家里突然来了好多奇怪的人。 他们说我体质特殊,千百年难得一见,更别提出现在这个时代。 我从小就接受了和别人不一样的教育。 这些东西足以让一个普通人的世界观崩塌。 纯灵兵人在乱世是大家的精神领袖,在和平年代,却只能小心更小心,不能有丝毫差错。 因为我的一举一动都会影响到整个悬门的命脉走向。 但知道这件事的人,一只手都数得过来。 疯子,我骂了一句,不在里陈和元。 秦尔坐在车里一会儿叹口气,一会儿看看我。 我按住他的肩膀,你消停会儿吧,我头疼。 贝塔,那个陈和元到底在说什么? 他是不是要对你不利呀? 秦尔自顾自地着急,你别怕,虽然陈是很厉害, 但还是比不上我们秦氏的。 他要欺负你,我就直接把他公司收购了欺负回来。 看着他眼底满满的担忧,我扑斥一声笑出来。 好,让他给秦总打工。 我回去后立刻联系了师父。 当初他没有任何原因让我还俗,我就觉得有古怪。 现在又出了这么些妖魔鬼怪。 看来是有人过惯了风平浪静的生活, 总想着弄点事情出来作死。 电话打过去很久都没被接起。 就在我以为不会有人接了的时候, 耳边突然响起一道苍老的女音。 明空 师姐 我师姐拜入师门四十多年了, 平时就在自己的院子里修行, 很少见人。 所以他接电话, 我很惊讶。 师父走了。 我瞳孔一阵, 下意识攥紧了手机。 对面轻叹一声, 他老人家临走前说, 你已不是道门弟子, 不用回来。 师姐顿了顿, 师父给你留了四个字, 入室, 闭火。 直到挂了电话, 我整个人都还处于真空状态。 明明下山之前, 师父还好好的, 怎么突然就, 我眼圈一红, 脑子里有条线渐渐清晰。 明空啊, 为师已经没什么可教给你的。 你择日下山去吧。 明空, 下山后能躲着同类就躲着点, 躲不开也不要爬。 明空, 纯灵冰人是别人给的枷锁, 你要是不想背, 就气了吧。 明空, 为师对不住你, 离开后, 别再回了, 师父所说的入室避祸, 究竟是避我的祸, 还是给倒灌避祸? 我自嘲, 原来, 我一直在给倒灌带去麻烦。 陈奶奶说她要走了, 想跟我道个别。 我和她出见时, 是在到关门口。 当时陈奶奶对着禁地的大门, 足足骂了半小时。 我被师父推出来, 承受怒火。 看到我, 老太太反而消停了。 我们坐在台阶上聊了很久。 她说她曾是我师父的未婚妻。 在他们要结婚的前一天, 我师父着了魔似的要出家, 不顾所有人的劝阻, 让她一个女人家面对风言风语。 你师父就是个混蛋。 我觉得陈奶奶说得对。 她当着我的面, 骂了师父好久好久, 骂着骂着, 眼眶一红, 她说, 入了道, 城市里的一切就跟她没关系了。 陈奶奶哽咽了下, 怎么有人这么狠心啊? 家人朋友说不要就不要了。 当时我不懂, 我甚至觉得师父没错。 道心难能可贵, 自然值得抛弃一切去守护。 可我越长大越发现, 这一切不过是逃避的借口罢了。 就我自己而言, 我可以不要物, 但却舍不去情。 秦儿, 老爹老妈, 陈奶奶, 师父, 师兄师姐, 他们都是我人生中难以舍弃的人。 我把陈奶奶约到餐厅包间, 上次说请您吃饭被我糊弄过去了, 这次算不上吧。 陈奶奶显然知道师父离世的消息了, 整个人念念的。 她脖子上还挂着我送的玉, 我趁机给她看了下身体, 很健康。 明空丫头, 老婆子要走了, 你以后好好的, 有什么事就找陈和元, 她不敢不帮你的。 我笑笑, 陈奶奶, 我一天躺在家里, 能有什么事? 她爱惜地摸了摸我的头, 浑浊的眼球里闪着水光。 吃吧。 我心里觉得怪异, 但又说不上来哪不对。 送陈奶奶上车后, 我不放心又给陈和元打了个电话。 你早点回去吧, 我觉得老太太今天有点不对劲, 我一天心里都坠坠不安的。 晚上十点, 陈和元给我打电话了, 我奶奶没回家, 她声音有些落寞和颤抖, 她去墓地了, 去看了你师父。 我抿着唇, 鼻子一酸。 我是奶奶收养的, 她一生未嫁, 一直等着那个人。 我早该想到的, 她怎么会这么平静? 陈和元在电话那头抽气, 含风声透过听筒刷刷刷地传进我耳朵里, 刺得人心疼。 陈奶奶最后葬在我师父旁边, 短短几天, 两条生命就没了。 陈和元, 我师父不让我去查她的死因, 你告诉我。 我抹了下眼泪, 是那些人干的吗? 陈和元给奶奶放了一束花, 青色的胡茶爬上她的下巴, 眼底暗淡, 你不是不管吗? 既然你师父到死都不想你卷进来, 那就不要问了。 陈和元走了, 我顶着一身疲惫回了家, 一进门, 老爹手颤抖着握着我, 他眼底血丝红红, 脸色苍白, 怎么打电话不接, 消息也不回。 你这几天去哪了? 因为一直忙着陈奶奶的葬礼, 我已经好几天没回家了, 我正正地看着失控的老爹, 他面部肌肉抖了下, 再也没绷住, 眼泪不停掉, 对不起塔塔, 爸爸不是故意凶你, 爸爸是害怕了, 怕你出事, 我从没见过老爹这个样子。 我扫了眼客厅, 我妹和我妈呢? 她欲言又止, 老爹, 小尔在医院, 你妈陪着她呢? 我转身踏空而去, 冬日的风像历刃一样, 刮在我脸侧, 清醒地让我感受到痛意。 我带着一身寒气进门, 琴尔浑身被包了绷带, 脸上没有一丝血色。 我妈脸上的泪还没来得及, 她就开始安慰我, 会好的, 没事, 别怕呀。 秦尔的气被人抽走了, 她的情况比周志诚严重得多, 那人直接拿走了她身上绝大部分气, 现在就剩一点点掉着命了。 这是怎么回事? 我妈哽咽着, 监控拍到小尔, 从二楼被人扔出来, 然后砸在路上的车, 我握着我握着琴尔的手, 从她手腕处拿了一点引子。 她打, 你去哪儿呀? 医院天台。 我咬破十指, 我咬破十指, 血滴在八卦镇上, 加上从琴尔那儿拿来的引子, 阵法指向一个地方。 我双眼星红, 紧紧收紧手指, 从天台月下, 踩着高楼, 车顶快速移动, 最后停在一户人家。 爸爸, 你看我哥, 老欺负我。 窗户里的兄妹打打闹闹, 父母在一旁看着孩子笑。 好一幅温馨的画面。 屋内的人注意到了我, 一起向我看来。 秦贝塔, 你怎么来了? 范茜嘟着嘴, 看我的眼神还心有余悸, 她是来找哥哥的。 范茜身后出来一个阴柔的男人, 她冲我笑着, 我们出去说吧。 男人把房门关上, 带着我走远。 范家在一片绿化特别好的半山腰, 山顶离城市很远。 你好, 我叫范丽, 夺气的人是你吗? 她眯着眼笑, 歪歪头, 嗯, 是的, 你是为了另妹来的吧? 我就说, 要想让纯灵兵人出手, 还得从她身边人下手才行。 离字, 火要月。 四面的火墙急速聚拢, 直击范丽面门。 她身形起轨, 轻飘飘地躲过攻击。 砍字, 兵急。 明空道长, 先听我把话说完吗? 听你奶奶个腿。 我脚下阵法发出亮光, 范丽身在阵中, 对字, 骑门。 她双脚被不知名的东西缠住, 动不了。 范丽轻笑, 还真是爆脾气呢。 她轻轻转了转脖子, 脚下突然凭空爆开。 我下意识伸手挡住余力。 再看, 范丽已经挣脱束缚了。 刚刚那个, 怎么样? 别人的气好用吧? 范丽咧着嘴笑, 眼底疯狂, 刚刚那个, 是你妹妹的气哦。 我手指咯咯作响, 震字, 雷霆, 天边轰隆一声。 平静的天空突然沉闷, 闪电一批, 半边天都亮了。 震字, 八方雷来。 范丽眼神一凝, 不停往后撤, 她刚待过的地方, 被劈得黑乎。 逊字, 风破。 她躲得了雷, 躲得了空气吗? 范丽狼狈地半跪在地上, 捂着一只胳膊。 她嘴边被雷震出一丝血迹, 我是打不过你, 但你也杀不了我。 我还没想明白她什么意思, 陈和元来了。 范丽似乎早就料到了, 她看着陈和元笑。 陈和元额脚青筋抱起, 冲上去就朝着她肚子狠狠打。 最后, 范丽被打得吐血, 躺着地上咯咯咯笑。 神奇的是, 刚刚还重伤的人, 下一秒就从地上爬起来了。 看到了吗? 这就是气的好处。 只要有气在, 你们谁也杀不了我。 我和陈和元对视一眼, 全力备战。 可不管我们多使劲, 范丽伤得多重, 下一秒, 她又会像个没事人一样站起来。 最后, 我跟陈和元都乏力了。 你费尽心思把我叫来, 到底想干什么? 范丽张开双手, 我的目的, 你们不是一直知道吗? 我想要气, 源源不断地气, 世上还有谁的气能跟纯灵冰人媲美呢? 我挑眉, 拿我的气, 你有那个本事吗? 那就试试咯。 话音刚落, 我就感觉, 以我为中心, 有个阵法散开了。 最后一刻, 我下意识地把陈和元推了出去。 瞬间, 我感觉无数无形的线连着我的筋脉, 生机被源源不断输出。 阵外的范丽眼底狂喜, 享受着这场盛宴。 秦小姐, 别过来。 我脸色越来越白, 范丽面色红润, 身上的伤口极快愈合。 随着时间流逝, 我撑不住跪在阵中。 传说中的纯灵冰人, 也不怎么样吗? 我盯着范丽, 唇角微扬, 吃饱了吧? 他一顿, 狐疑地看着我。 突然, 像是想起什么, 想断开连接, 却发现怎么也断不了。 忘了告诉你, 我对阵法有一点点天赋, 刚刚改编了下你这个破阵。 你不是要我的气吗? 我给你, 不过就要看你成不成得住了。 说完, 我加快阵法运行速度, 纯粹的气源源不断地输进范丽身体里。 他身子慢慢膨胀, 脸色也胀成不正常的红。 他慌了, 助手, 助手。 范丽眼睁睁看着自己不断胀大, 皮肤被撑开, 经脉也越来越粗壮, 甚至能看到血液在流动。 好疼, 好疼, 他现在知道疼了。 那些被他害死的人, 比他更疼。 琴尔被扔下来的时候, 心里比他更害怕。 离字, 容颜风华, 震字, 雷霆万钧。 火能带走世间一切污浊, 雷电能净化他们肮脏的心。 我没有杀范丽, 身在陈氏就该按社会的规矩来。 陈和元找了他违法犯罪的证据, 和他推秦尔下楼的监控交给了警方, 因为他得罪的都是一方巨头。 所以, 我相信范丽的牢狱生活不会那么轻松的。 范丽倒台后, 我们顺藤摸瓜, 把他背后的小喽啰全部清理了。 可现实往往不是表面看起来这么简单。 坏人不会因为一个人受罚而放弃犯罪。 在这场阴谋的背后, 还有多少受益者, 谁都不得而知。 那又能怎么样呢? 坏人不惜, 正义之事也会代代相传。 有黑暗的地方就有光。 周志诚出院后, 邀请我们参加他的婚礼。 到了现场我才发现, 这位新娘竟然是熟人。 哎哟, 是牛小姑娘? 我看着脸上依旧大喇喇闪烁着福气两个字的大婶, 感叹道, 缘分真是妙不可言。 大婶儿子牵着他, 把他交给周志诚。 我看到周志诚的气慢慢变浓郁了, 秦儿也没事了。 我把自己的气分成了好几分, 给了他和其他人。 你这么做, 纯灵兵人的体质可就没了。 没了就没了, 这玩意儿有什么用? 陈和元耸耸肩, 行吧。 因为这个体质, 我的师们承受了那么多年的欺压, 其实我一直不明白, 大家都在和平时代, 为什么还想争夺这些无用的东西? 或许师父说得对, 人哪, 总对未知的东西, 固执的着迷。 走 ンディ 人 优优优独播剧场